小企鵝搭巴士 企鵝三子弟和姑姑婆婆在山頂上的巴士站等巴士 企鵝三子弟子子小企小鵝子弟三位 接下來就搭巴士去旅行 婆婆準備了一大包東西給姐姐拿著 巴士到了 我三子弟就上車和姑姑婆婆說再見 姑姑婆婆我們會再來玩 本車即將開車 小鵝說姐姐我想吃糖 於是姐姐就打開一顆糖給小鵝吃 誰知道小企說 咦!這裡有一顆按鈕 按了下去 好的!下站停車 森林觀景台 小企按了下車的鐘 於是到站後 姐姐就跟車長解釋 不好意思啊!我們還沒下車 但是弟弟不小心按下車的鐘 不要緊 剛好其他乘客都要下車 你們就順便下車欣賞一下美麗的風景 有些乘客下車後就打算搭纜車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有些行山人士 剛好上到山頂了 也有個攤檔在這裡擺賣 大家都上車了 對吧? 那我們要開車了 撲撲 請小心急轉彎 巴士轉彎的時候 記得要駕緊扶手 這次呢 這次呢 姐姐就盯緊小企 小企 你千萬 千萬 不可以再按按鈕 但是盯緊小企 就盯緊小企 就盯緊小我 我也想盯來看看 叮咚 好的!下站停車 獨遊遊牧場 哎呀!這次是小企 就盯緊小企 到站之後呢 姐姐又要跟車長解釋 不好意思啊 我們還要下車 但是兒子不小心 按了下車鐘 不要緊 剛好是午餐時間 我們一起來吃午餐 去到這個牧場餐廳 有很多人都在吃午餐 那他們有什麼食物呢 有火腿 芝士 青豆 薯仔湯 蘋果 朱古力 麵包 和牛油 嗯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吃完之後 又要上巴士了 巴士開車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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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爸爸在旁邊睡覺 於是爸爸下車就跟車長解釋 不好意思 一個不留神的寶寶 他不緊要 剛好有乘客要乘車 難得的機會 大家一起來玩一下 奇我三子弟就在這裡搶雪仔 玩完之後大家都上了車 巴士出發 下一站可以下車 這次可以按鐘 我們都按了鐘 這次到姐姐來按吧 其實姐姐也想按來看一下 叮咚 嗯 好的下站停車 三立車站前 終於下車了 啊!爸爸媽媽我們回來了 那大家一起回家吧 奇我三子弟搶巴士回家了 真是一趟開心的巴士之旅 阿婆婆拿著一大包給姐姐那個 原來就是雪白山牧場的芝士來的 媽媽就打電話給阿婆婆報平安 奇我三子弟回到家 就去過很多很多地方 這是緊張的 好玩啊! 再一起吃 是一個好玩 啊! 有一個好玩